约伯纪第四章 提曼人以立法回答说 人若对你说一句话 你就厌烦吗? 但谁又忍得住不说话呢? 你曾经叫过许多人 又兼顾了无力的手 你的话浮起了半岛的人 你是弯曲乏力的西奸挺 但现在祸患临到你 你就灰心 灾祸遇上你 你就惊慌沮丧 你所自视的 不是敬畏神吗? 你所盼望的 不是行为完全吗? 请想一想 无辜的人有谁灭亡 哪有正直的人被剪除呢? 据我所见 耕耘罪孽的 必收割罪孽 种植毒害的 必收割毒害 他们因神的气息而灭亡 因他的怒气而消灭 狮子的咆哮 猛狮的吼声 尽都止息 壮尸的牙齿也都断掉 公尸因缺乏猎物而死亡 母尸之子也被分散 有话偷偷传给我 我的耳朵听到细语 在夜间因异象而烦扰的心思中 世上都在沉睡的时候 恐惧战力临到我 以致我全身发抖 有灵扶过我面前 使我毛骨悚然 那灵站住 我变不出他的形状 只见有一形象在我眼前 然后 我听见低微的声音说 人能在神面前算为公义吗? 人能在他的创造主面前算为洁净吗? 他的仆役 他还不信任 他的天使 他也指责过错 何况那些住在土屋里 根基在尘土中 比肚虫还容易被压碎的人呢? 在早晚之间就被毁灭 永归沉沦 无人怀念 他们帐篷的绳索 不是从他们中间抽出来吗? 他们死去 不是无智慧而死吗?